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 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 二项分配与常态分配 我们介绍二项分配 二项分配就是说 只有成功,要不然就是失败 那么,假设我们的这个试验的次数 N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了一个这样的状况 就是说,它会越来越接近对称的状况 而且尤其是说 我们只要要求这个 NP大于5 NQ也大于5的时候 那么,我们经常会使用的是 常态分配的方法来求解 来估计几率 它会比我们用 这个二项分配一个一个来算 其实要算的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它的图 当N等于5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是 二项分配,它其实是一个间断型的分配 所以它是一格,一格,一格的 它是一个柱子,一个柱子,一个柱子 如果N等于10呢 也是柱子 但是柱子的话呢 看起来的话呢 又更加的对称了 如果说到了40 它越来越像是一个中型 越来越像常态 所以我们的话 现在在后面 我们只要是NP大于5 NQ也大于5的二项分配 基本上我们就称之为大样本 都是以常态分配来做 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去 把一个间断型的改成连续型的来做呢 那我们来看 假设说我们要算的是 A到B这个的几率 这个几率的话呢 相当于是什么呢 这一个格子代表的是宽度为E 碎势它是土黄色的这个面积 就是我们的几率 那么它是一格一格来算 这个宽度是几 是E 这个几率是它的高度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这样的几率 如果要把它改成 所谓的常态分配来做 改成Z要怎么做呢 改成Z的话呢 这个地方 它这边是夹在AEB之间 那么我们算法的话呢 我们不能再用AB了 Z的话呢 这个地方 面积我们如果是从这里算起的话呢 将会损失这一块 所以我们将要从这边算起 B要往右边加0.5 A在这边 那么我们要从左边算起 所以要扣0.5 所以正常的做法来说 我们要做一个连续性的一个校正因子 就是说我们要把它改成连续性的来做的话呢 连续性是没有等于的 它只有小于 所以右边加个0.5 左边减个0.5 这样子的校正才是正确的 会比较接近真实的答案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种情况 现在我们如果要算的是 X是大于等于A 那么是由右边的这个 深色的这一块的柱子开始起算 那么我们来想想 大于等于A 那我们这边的话要从哪里算起呢 这边的宽度是1 那这边要扣掉多少 0.5 所以我们要把它改成连续型的话呢 要把它改成P X大于A 减掉0.5 往左边的0.5 这个地方起算 由这里起算 再来看这个例子 如果是小于等于A呢 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那各位同学应该是非常清楚了 我们要修正它的话呢 要从这边要多一点 要加上0.5来算 这样子才会比较准确 那么各位同学不要去背这个 到底是加0.5还减0.5 我们只要能够在心中有一个图像 那么我们就可以自动判断 就不会错了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例题 就是说 这个例题假设说 这个工厂有无限多个电池 因为我们不希望能够随机选取的时候 那个会受到影响 我们不考虑取后放回 我们一律都不放回 那么有无限多个电池 那么无限多个电池里面有6%是什么 瑕疵品 那么两品就是94%了 现在我们抽了150克电池 有12克或更多瑕疵品 那么我们来想想看 有12克或更多 那就是1213141516 瑕疵品的几率 0.06 那么我们抽 现在我们来写 这就是一个二项分配 来我们看一下 大于等于12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12起算 一直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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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下去 全部加起来 那么12个 12个瑕疵品的意思 就是说 150个里面 有12个瑕疵品 那么瑕疵品的几率 0.06要12次 两品要几次 0.94 那就变成150减掉12 138 按照这样子的模式 我们写下去 这是什么 这13个瑕疵品 这是14个 15个 16个 哇 加起来的话呢 这个数字还真是很多 那么我们建议各位同学的话呢 来看一看 这个题目 它的μ是多少 μ我们知道它是NP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就知道了 9 NP是多少 是9 N 150 P是多少呢 瑕疵品 是6% 所以9是我们的 就是预期的话呢 有9个瑕疵品 那这个地方 NP是9 那它的 叫做 变异数呢 变异数 因为我们要算 NPQ 然后再开平方 跟算出它的 这个叫做标准差 标准差 我们算出来是2.9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算了 X大于等于12 那我们要从哪里算起呢 当然就要从11.5来计算了 11.5 因为它要做一个修正 大于11.5 改成什么呢 改成Z来做 那么我们就减掉μ 除以Sigma 各位同学看一下 μ是几 是9 Sigma是多少 是2.9 X直接改成Z 然后这边是减掉9 除以Sigma2.9 来我们计算一下 上面是 2.5 下面是2.9 我们算出来的话呢 是0.86 0.86 在右方 那我们查表 0.86在哪里呢 0.8 我们标出来 那0.06的位置是在 我们看到了 这边是0.3051 0.3051 是中间的部分的 那我们要的是最右边的部分 所以我们应该要用0.5来减 0.5减掉 0.3051 那么算出来的结果是 0.1949 所以这个蓝色的这一部分的算式 我们可以用哪一个来评估呢 用这个来估计 0.1949 现在我们来看 一个直接的例子啊 就是丢一枚硬币12次 恰好出现6次正面的几率 那这个是一个标准的 二项分配 二项分配 我们就直接算给各位同学看 恰好出现6次 就代表的是什么 6次正面 6次反面 12个里面 6次正面 6次反面 那么我们这边 12阶层 6阶层 6阶层 这个算起来的话呢 还算还可以 因为我们次数还不算太多 我们写出来 这么写出来 这个是我们用二项分配 算出来的结果 那么我们这个目的 要让各位同学 两个都来比较一下 这是二项分配算出来的 我们假设 我们试试看 用常态分配来做做看 给各位同学试一下 出现6次 那就是 x等于6 那么应该要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要连续性的修正因子 要向左0.5 向右0.5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 我们先做好准备 mu的话呢 先准备好一下 12次 预期是6次 然后npq 这个我们都先做好准备了 做好准备了以后 好 那现在准备要用的是 常态分配来做 这是6 蓝色的这部分 所以我们应该用5.5到6.5之间 来我们写一下 6的话呢 就是用5.5到6.5 立刻把它改为z 5.5减掉 这个是mu 除以sigma 这是6.5减掉 mu sigma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负的0.29到正的0.29 那么这是一个对称的 所以我们只要查一个以后 乘两倍就好了 来 0.29在哪里呢 我们查一下 0.2 0.09 找到了 0.1141 0.1141 那我们就有两份 所以是0.1141 的两个 那就是0.2282 来请同学比较一下 0.2256 0.2282 这只是一个格子而已 我们算出来的话呢 算起来还蛮接近的 那么这个单元 我们是介绍的 二项分配的一个估计的方法 那么二项分配 其实当N比较大的时候 那P不要太小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发现 它非常非常的接近谁呢 常态分配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只要碰到了二项分配 符合了这个条件 NP是大于5 NQ大于5 我们用常态来计算 那如果小于的时候怎么办呢 小于的话呢 像这种极端的情况 我们都是用不挖松分配 那种情况的话呢 用烂打值 这个就NP等于烂打 那么我们最重要的 这个地方就是说 同学要习惯做 叫做连续性的修正因子的 一个判断 到底是向左还是向右呢 那建议各位同学 要看那个图就能够了解